这高衡啊,当然是知道怎么回事了,便便妞妞妞就把这几颗山绳给买了,可是啊,他觉着这孙子好当啊,气难生,转过头来,就向乾隆皇帝告发了红颜。 小经验介绍给您,哎,总之吧,他就是一句话,这个病啊,他得上也不可怕,可是呢,他确实也得受几天罪,您想学徒我吧,受了31个小时的高烧,那是着实的浑身疼啊,所以啊,不得呀,咱就不得,您还得多保重,口罩啊,咱们出门还得戴上,多运动,多通风,提高自身免疫力,哎,这病毒啊,可能就会离您远远的。 得嘞,我呀,还是那句话,咱们祝您在这儿啊,能健健康康,硬硬朗朗的。 从今天开始啊,咱们就要说说呀,这乾隆的兄弟们和这个父母之间的故事,那咱们要拿哪一对母子开书呢? 哎,咱们就挑一个呀,这雍正皇帝,这一生啊,唯一的一次自由恋爱的妃子,谁呢? 这就是啊,雍正皇帝的晚年啊,最宠爱的妃子,千妃刘氏。 千妃刘氏,十四岁那年通过内务府选秀,进了宫了,哎,那年正好是雍正七年,那年雍正多大呢? 雍正是五十一岁,就在雍正七年的头上,这刘氏啊,就被封为了刘大英。 雍正八年进封为刘长寨,同年的三月就晋升为刘贵人。 雍正十一年,那年啊,应该是一七三三年,六月十一日亥时,他给这个雍正皇帝啊,生下了皇子,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果郡王洪燕。 雍正皇帝晚年得子,那心情当然是非常好的了,转过年来啊,就把这刘氏进封为了千妃。 所以说这刘氏啊,一下子就迈进了紫禁城当中的主位。 这刘氏他们家出身不高,哎,可以算是后宫嫔妃当中出身最低下的这种嫔妃。 他们家出身是什么呀?上三级内务府新者库。 不过呀,您查遍这个内务府清宫荡以及皇家的御谍,您都找不到关于刘氏出身于这个新者库的信息。 那我是在哪查到的呢? 哎,这青史稿当中啊,有这么一句, 千妃刘氏,管领刘满女,生于康熙五十三年,清世宗妃,雍正七年入宫,雍正八年进尾刘贵人,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一日,生黄六子果公郡王红燕。 哎,您看这上面写的清楚啊,这刘氏的爸爸啊,他叫刘满,是个管领。 一提到管领啊,常听我说的好朋友就能知道,您看这管领的意思啊,就是半个左领,就是新者库的意思。 当然了,在这儿,他这个管领啊,既是官职,又是管辖范围,您看啊,他这个做这个官呢,他是管领,他这一管领呢,管多少人,他又是这个管辖范围的意思。 我想刚才咱们啊,提到这个红燕的爵位的时候,很多人就纳闷了,因为这个电视剧里啊,有红燕这么个人物。 哎,那电视剧叫甄嬛传吧,在那部电视剧里说啊,这个红燕是果郡王与甄嬛的私生子。 当然了,那里边这个甄嬛啊,影射的就是西非,就是乾隆皇帝的生母啊,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这个孝圣献皇后。 这件事啊,咱们讲果郡王那集啊,咱们聊过,所以说您就记住啊,我对这件事的评价啊,就是俩字,那纯是扯淡。 不过这里边啊,他也没瞎说,这个红燕啊,还真是被过寄给了这个果郡王云里。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您想啊,这雍正十一年的时候,这红燕啊,他才出生,这红燕呢,是雍正皇帝老来得的子,所以说这雍正皇帝啊,非常喜爱,一直啊,就把他养在圆明园。 不过那句话怎么说来着,这人啊,这寿数上啊,不跟天较劲,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,到了雍正十三年啊,雍正皇帝撒手人寰,驾崩了。 据说,世宗驾崩的时候,身边啊,只有千妃刘氏,他就拉着这个千妃刘氏的手说啊,朕恭我呀,舍不得你。 哎,他说的是真的,雍正皇帝啊,在位只有十三年,哎,在他的后宫当中,主位上,也就是贫以上啊,只有八个人,其中有七位啊,都是康熙年,康熙皇帝给他找的媳妇。 只有这个千妃刘氏啊,当然,在这个雍正朝的时候,这千妃还只是千嫔,只有这一位妃子啊,是雍正皇帝自己喜欢的,并且认定把他封到主位的妃子。 那红燕就更不用说了,那是老来得子啊,更是疼的呀,摸不得。 那简直就是了,这个顶在脑袋上啊,他怕菜喽,硌在嘴里啊,他怕话喽。 可是呢,这雍正十三年,雍正皇帝驾崩了,继而登基的呢,就是乾隆皇帝。 这乾隆皇帝其实啊,也是非常喜欢自己这位小弟弟,并且呢,让那个千妃娘两个呀,一直就住在圆明园,哎,这才有了呀,这个红燕啊,后来被人称为圆明园阿哥的称号。 后来呢,这乾隆皇帝发现呀,红燕的这种教育方法不行,哎,必须呀,让他呀,合群。 于是呢,就把他接到了宫里呀,和自己的皇子们一起住在斋宫,共同学习生活。 因为这高宗皇帝发现呀,把这红燕呀,留在圆明园,得不到正统的教育。 一来二去呢,这孩子越来越读,变得呀,有点储子。 见着皇上之后啊,这话都说不出整句的,只能啊,掉头就跑。 这接回到紫禁城之后啊,好多了,并且呀,还给这个红燕呀,找了当时最著名的老师,来教导他的学习。 就在乾隆三年二月初二,乾隆的叔父果郡王云里,红氏了。 可是呢,这果郡王云里啊,他身后无似,也就是没儿子,没人来习承他的王爵。 这皇帝就决定了,把自己啊,这六岁的亲弟弟红燕过继给这和硕果郡王。 成继他的王爵,好像这果郡王啊,自此啊,就有后人了。 有人就说呀,这个红燕呀,那这个太倒霉了,这皇上得独不戴尽自个儿这兄弟呀,非要把他呀,从这皇家过继出去呀。 实际上啊,您理解错了,这是乾隆皇帝非常疼爱自个儿这个小弟弟的表现。 首先说啊,这皇家呀,有规定,这雍正皇帝呢,也是遵循着康熙皇帝的这一制度而循的。 什么制度呢?也就是说啊,这皇子告了18岁之后才能封爵。 可是您瞧了吗?这么一来呀,这红燕呀,六岁就习了果郡王的亲王的爵位。 到了14岁的时候啊,这果郡王红燕就出宫建府了。 到他建府驾坐银安殿的时候啊,比这个皇家的祖制能够封王的年龄还差了四岁呢。 所以您想啊,这能不是哥哥疼他吗? 所以说您看《甄嬛传》了吗?也不是全瞎说这红燕呀,过继给果郡王这事儿他是真的。 所以说您看没有,这自个儿子呀,受到这皇上哥哥的待见呀,重用啊,当妈的,他也高兴。 当然了,这个乾隆皇帝对自个儿这位飞蛾呢呀,也是很好。 乾隆皇帝刚一登机,就把这个千贫晋升为了皇考千妃,直接呀,给这刘氏提了一档。 我想这会儿啊,这个细心的好朋友就有疑问了,他们说啊,你看啊,最初的时候你介绍这红燕,你不是说这红燕是果郡王吗? 那你看,这明明西城呢,是云里的亲王行,那怎么一下子就变成郡王了呢? 嗨,这里头啊,他有个故事,其实啊,这果郡王都是在这个红燕投死之前,这皇帝啊,又恩赏的。 最低的时候啊,这红燕啊,直接被降成了贝勒。 咱们在这儿先可以透露一下,这红燕啊,33岁就轰事了,这一生啊,还是有一定的成就的。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? 这乾隆皇帝给红燕啊,找了一位好老师,这就是清初期啊,著名的诗人沈德浅,是个大学问家。 他把这红燕啊,教导的很好,这红燕啊,也被誉为失踪归正音,不为凡乡。 红燕呢,一生善诗词,雅号藏书,据说啊,他的藏书在京城仅次于遗亲王府,明善堂的藏书。 也有人说啊,这个红燕的藏书啊,完全能和这个明善堂相媲美。 虽然这红燕啊,他是个雅士,但是这孩子他有个臭毛病,什么毛病? 爱财,太爱财,太爱敛财,也不怎么见啊,这乾隆朝的臣子啊,都这毛病,喜欢钱。 哎,加上这乾隆老爷子,他也喜欢钱。 所以说关于这件事,他总有点上梁不正啊,下梁也不值的味道。 要说这红燕啊,他不缺钱,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果郡王,他继父啊,云里啊,曾经亲王双凤,又做了那么多年的十圈亲王。 关于这致父安家的费用啊,这乾隆皇帝在这个红燕出宫的时候还给了不少。 有人形容他们家啊,这么说,在诸王当中啊,这云里久为阴妇,既得四丰,租税所入,几中以外,每岁盈余,不应居万。 由此可见,这红燕他们家啊,还是很有钱的。 那他有钱的乱花吗? 也不尽人,首先说他有这个爱好,他喜欢收书,再有一个爱好呢,是什么呢? 喜欢修房子,他每岁啊,发了这工资之后啊,基本上都用来这两样了。 可是即便是家境殷实,他仍然好敛财,即便这样啊,他仍然不满足,竟然在门头沟啊,撕见眉窑。 说实话啊,这撕见眉窑与民取利,这个在皇家以及世大夫阶级啊,就很不齿了。 认为你拿着国家的观想,还要与民去争夺这些小利,那就是不义之财。 那是这红燕他爱钱,他呀这个爱攒钱,他不吝这个,他一定要开小眉窑。 他这小眉窑啊,不但是与民取利,而且啊,他把附近的所有其他的煤厂子全关停了,只能他一家独大。 所以说呢,这就显得呀,他有点啊,臭不要脸了。 不但如此啊,这个红燕啊,他还有更下作的呢?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,他欠了一个延商的钱,这延商叫什么呀? 叫江祺普,哎,你一挺大的王爷,你欠人钱,你还了不就完了吗? 不,他就让这王府侍卫啊,把这个江祺普啊,带到了高衡他们家。 这高衡是谁呀?高衡啊,是皇上小舅子,也是个贪官。 这王府侍卫来到这高衡他们家,跟这国舅爷说,说高国舅,你看啊,这个是王爷的朋友,他手上啊,有几颗山绅,你把他收了吧。 这高衡啊,当然是知道怎么回事了,便便妞妞就把这几颗山绅给买了。 可是啊,他觉着这孙子好当啊,气难生,转过头来,就向乾隆皇帝告发了红燕。 不光如此啊,这挺大的国亲王啊,还小调,他经常啊,派人啊,出去采购一些蟒袍啊,朝衣刺绣古丸,以及他喜欢的这个善本书。 可是该到付钱的时候啊,总是给很少的钱,那有人为了派王爷马屁,这里边的钱啊,最后谁垫上了,那就不得而知了。 最可气的,也就是让这个乾隆皇帝作为恼怒的,就是这红燕啊,还往朝中各部安插自个儿的亲信。 这一下子啊,就让乾隆皇帝领想到这个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大事件。 于是,这乾隆皇帝一道严令,把自己这道弟弟从这个亲王就降到了贝勒。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四,贝勒红燕交罚银一万,九月初九日,广楚司奏为销毁亲王金宝一颗。 得,挺大的王爷这回变成贝勒了,家闷得密切了。 说实话,这红燕这点事还真连累他妈妈了。 千妃五十大寿,这乾隆皇帝啊,既没去贺寿,也没送贺礼。 要说这红燕啊,他是个读书人,有善诗词,应该是个豁达的人。 可是啊,不是,这红燕啊,在失去这个王爵以后,在家啊,憋闷住了,没多日子啊,就病了。 三十三岁的头上啊,就红尸了。 乾隆皇帝呢,在恨自个儿弟弟烂泥扶不上墙的同时啊,也是非常的稳惜。 那必定是亲骨肉啊,骨肉至亲的亲弟弟。 于是在这红燕头死前呢,给这个弟弟又禁封了这个郡王衔。 可是这个冲喜呢,也没能留住这位王爷,就在乾隆三十年,那年的三月初八深时,这个年仅三十三岁的果郡王红燕,红世了。 被这个皇帝啊,赐予了嗜好,为公。 故事的最后啊,咱们再拿出这一分钟的时间来讲一个这果郡王的去世。 这果郡王死了以后啊,就被埋在了清西陵附近。 清西陵哪啊? 现在您去啊,还能找得着。 这就是啊,河北一县两个庄乡的岭东镇。 村中小山羊坡上啊,就是这果郡王的元寝。 这元寝呢,破坏的很严重。 不过呢,在元寝的正当中啊,有一桶大碑。 这桶碑啊,就是果郡王的神道碑。 上边呢,有这么一处啊,非常有意思。 这个红燕的燕呢,竟然在这桶碑上被刻为了湛。 也就是说啊,挺大郡王爷的碑上啊,竟然有一错字。 得机会,您要有兴趣啊,您可以亲自到实地去看一看。 得嘞,今天啊,这个千妃和这个果郡王的故事啊,我就给您讲到这儿。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。 喜欢我的频道啊,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。 您的支持,是我能持续更新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。 得嘞,他们啊,明儿见。 得嘞,他们啊,明儿见。